Roses on the gold robin jackson just the diaries 雖然一直到或许只是调侃,但是你有些话还是必须跟大家说说有人说,颜值和身材决定穿搭是否好看?你说的对,但是,颜值不高,身材不那么完美,难道不应该更加仔细研究穿搭,或改掉缺陷,或突出自己的优点吗? Liandra Medin就不是一个考虑吃饭的时尚博主,不夸张的说,整个时尚博主界应该找不出比他更丑的了,但Liandra Medin现在已经拥有超过17万Twitter听众,百般Instagram粉丝,以及13万Facebook关注者,不考虑,只靠他的穿单,有人说,欧美街拍腿长两米,穿什么不好看,嗯,你说的也对,但是, 但是,大家都心直肚明,素人的街拍传单你们,其实是不接受的,而且说句学话,即便找的是亚洲摩托街拍图,人家的腿还是比你长,腿不长,鸽子矮,那就注意自己的腰线,问题总能解决。 西班牙博主Alexandra Pereira,他是定型的黑皮帮脸小个子博主,身,才也算不上纤细,但不好意思,他依旧是很多人心里的小甜甜,还有人认为穿衣品位与经济实力挂钩,你说的也没错,但是,我并没有让你每天大手大脚的过度消费, 每个人都需要至少那么一件质感与时髦度并存的经典存货吧,并不是说,只有我大富大贵了,才又去失夺自己的资格。 经济水平不是特别富裕,就活该穿的丑穿的差,这不存在的,就像你走路时踩到玻璃茶,割破了指头,当下要做的应该是停下来处理并包扎伤口,而不是一边继续踩着玻璃茶前进,一边嚷嚷着人家的血比你好,直面自己的不足,颜值不高就护肤,尽量让皮肤看起来水温年轻,身材不好就健身,有一点小肌肉, 也很性感,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,选择走用搭配来扬长臂端这条捷径,那就轻易认真钻研,而不是去酸别人,自己却不做任何改变。 很多时候,我们用一些时尚博主或明星的传达图来做示范,并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好看,身材好,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搭配路数,可节俭,甚至可模仿, 何况,他们也多的是黑历史,所以说,并不是有一张好看的脸蛋,或是完美的身材,就一定穿什么都好看。 二十多岁就稳坐福布斯,何为蜜天使童才气场,都不相上下的美眉,也曾真的相村过,带货女王大秘密追红于时尚杂志,可当年的第一品也不敢恭维。 小可啊,周东宇曾经的黑历史部,又我认述了吧,但如今的他们已然成为众人心中的一品女星,为什么? 只因为他们在搭配这条路上摸爬滚打,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,而所谓风格,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你想在世人眼里呈现一个怎样的自己, 这只能由你自己打造,潮流意识,而风格涌成,如何找到自己的风格。 四个步骤教会你,了解自己性格的特征点风格,主要是来自于本能,最了解你的人肯定是自己。 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点,会产生不一样的搭配感觉,所谓像游心生,搭配也一样,风格游心而生。 性格大大咧咧的人穿严肃的服装,性格沉稳少语,且非常严肃的人,却穿得花花绿绿,话谁都会觉得,这样的搭配不适合他们。 所以,第一点,在搭配时,切记要遵从自己的内心,保持每个阶段的真实,寻找与性格缩匹配的搭配风格。 二,了解自己的身形一个女人的装饭,如果能突出她身材的优点,掩饰她的缺憾,她看上去就总是高扬和从容的。 二,了解自己身形的基本特征以及优势,劣势,扬长臂短,这是提升仪品最快的方法。 一,肤色,黑皮不要选择颜色过于限量的颜色,比如,白,红,黄,绿,蓝,紫等亮色系,这些颜色不但不亮,反而会把人的眼球集中在衣服上,显得皮肤更黑,对比色可以。 较正视觉上肤色对比,是一个很实用的穿搭黄金法则,基本上对比色穿搭都不会错。 举例子比如暖肤色黄黑皮,像偏向橙黄色的对比色是蓝色系,所以蓝色是黄,黑皮的安全色。 走最保险的方法,一建议先玩好黑色,再尝试其他的颜色搭配。 二,身形,偏矮的身形上半身尽量买短款,要下半身尽量显长,上下比例7分之3,6分之4,这样不会显矮。 颜色方面尽量选择单色系,走起路来尽量挺直,偏瘦的就不要穿过于紧身的衣服裤子,尽量选择宽厚的上衣。 但是依然要遵守到三角的原则,上松下紧,上半身尽量多层次的搭配。 这样会身材会显得比较匀沉,偏胖身材要买合身的衣服,可以往偏宽松的风格走。 哪里有肉,遮哪里,颜值不高的话,你选够的大品质量要好,剪菜要俐落,看起来精致,风格简约,能给你加很多分。 三,找到你的穿衣榜样任何事物都能带来灵感。 如果你找不到灵感,那么一定是你,看事物的方式不对。 Post myth 不愿意模仿的人,什么也创造不出来,模仿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,对自己的风格处于摸索期的你。 模仿别人是尽身衣品的好方法,要点在于,选择对象不要过多,一到三个即可。 模仿对象与你有相似的地方,例如身材,身高,气质或性格。 在这里呢,已给大家推荐几位比较接地气的时尚博主。 你们,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来看看,有没有合适的模仿对象。 小个子博主身高152厘米的Cheramie Caleb,荷兰亚裔博主Demake。 身高158厘米俄罗斯时尚博主Natasha Goldenbach。 身高160厘米腿粗的博主Ivanne Julian,小鲜鱼从不穿紧身裤。 因为那双粗壮的小腿,宽松的裤型能修饰你腿粗的缺点。 穿起来了也用烂又时髦。 像宽下窄太瘦了的博主大名鼎鼎。 泥兰时尚博主Cheramie外号是雨薄,人手脱下了真的不好看,怎样穿衣看起来才不显单薄。 关注她的姿势吧,胳膊。 出的博主德国博主Machie Cedric看她的穿搭衣把气美业,很有腔调。 可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她的手臂有多粗,比粗的妹子好好学学吧。 微胖博主Norale Downing,身高160厘米,体重59千克上下,身材肉感微胖。 这样的身材估计很多妹子会很自卑,不过Norale没有,很多微胖不敢穿的,她都能很自信的穿出来。 鸦衣博主Uopiao,既是一位时尚博主,又是新加坡的Air Office杂志的形象大使。 这个来自新加坡,的女孩以时髦百变的个人风格,西卷时装周,风靡社交媒体,复古的黑色中长发,健康的小麦肤色和上阳,的黑色眼线构成为Niko W,而一张独特的东方脸,她最厉害的一点,就是能完美驾驭高级的白色。 四,导致自信,舒适比细毛重要当女人穿着合身舒适的衣服时,才是最新改的。 very rain 每个化妓或是每年衣食,各大时尚号,都会不引于力的告诉你,没有哪些流行款你就吐了,导致很多女孩们陷入一个误区,时髦等于好看。 姑娘,别跟风别冲动消费,别让你的衣柜塞满昙花一线的衣服,你衣柜里必备的款式,才是让你感到舒适的衣服,而舒适,是一个人自信做自己的前期,自信能让一个人的缺憾变成特色,平淡的容貌变得出彩。 只要你坚信自己是美丽的,周围人也会被你的气场所感染,进而叶克你的魅力。 这是我要告诉你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自信让你更美丽,也会让你更加直面自己的风格。 服装是女人的好伙伴,衣柜是值得女人花心思,好好倒腾的一个空间,男人也一样。 当然,你可以选择苦事着装,靠中于自我赢得尊重,这没有什么准确与错误之分,只是观念不一样而已。 最后送大家穿那个洒指那一句话,别随大流,不要让世上左右你,而是自己去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,用自己的穿衣风格和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。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风格,保持自信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下自己的公点。 主编,为一转告,KK图片,网络。